位於新北新莊的 部立台北醫院 大門口有專人引導 來看診的民眾 但是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 院內經傳有病患跟護理師確診 5月18號 一名外科病房的病患 一採陽性 二採三採都是陰性 院方匡列42個人 一採也全部都是陰性 其中三個有接觸史的護理師 到防疫旅館隔離14天 另外全院在19號進行普篩 一位有萬華活動史的護理師陽性 醫院匡列了84個人採檢 同時也對環境做採檢 結果都是陰性 但是醫院同人爆料 確診的同事從5月17號到19號 三天都正常上班 出事的不是專責病房 所以醫護人員 只有佩戴一般外科口罩 多位護理師跟確診護理師 仍然正常交班 而且使用相同更衣室跟吃飯的空間 對此在截稿之前 還沒有辦法聯絡上醫院 院內爆出爭議 還不止這一樁 指揮中心16號呼籲醫院 高風險的醫療照護人員 每5到7天就要做採檢 但是馬街醫院醫護人員反映 一直到20號 醫院都還沒有動作 馬街醫院方面表示 最快在下週一開始 會啟動每週篩檢一次 中央政策發布之後 沒有監督落實 對第一線的醫護人員來說 實在無所适從 記者林正堅王一眾台北報導 中央政策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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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